双人摩托车的性能究竟如何 今天这期是双人摩托车的详细测评 一分钟带你真正了解它 顾名思义 双人摩托车是一款两人载具 有两个轮胎 是后轮驱动的 所以只要打爆后轮就丧失了行动力 打前轮影响不大 可以正常行驶 接下来看看它的耐久 先用M416来测试 用了25发打爆了双人摩托车 四处乘以25等于1000点 按照官方的设计逻辑 耐久肯定是整数 所以双人摩托车的耐久就是1000点 接下来测试最高速度 可以看到很轻松就能达到140千米每小时 其实双人摩托车最快能达到150千米每小时 速度这一点绝对没得说 接下来说说双人摩托车的特点 首先就是灵活小巧 转向在摩托车中是比较灵活的 转弯比较容易控制 但是在不太平整的地形开车时 速度和稳定性都会受影响 尤其是上下坡的时候 一旦遇见凹凸不平的路况很容易翻车 而且没有防护很容易被打 只适合一到两人的快速转移 不适合团队行动 好了这期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